在这个会期一开始 这蓝白联手就退回了总预算案 请他们好好重编 再来送上来重审 那么这个时候呢 卓文泰在昨天呢 就放出消息说 要邀请韩国瑜共同 共商 那期待能够获得温暖的回应 所以今天就来了嘛 上午真的会面了 那韩国瑜也有表态说 愿意和在野沟通 那么根据吴斯瑶转述 他说卓文泰在会面当中表示 行政院立场希望能够 尽速交付审查 团队会以最大的诚意说明 预算编列跟计划和执行 那么早上双方会面 大概有数十分钟 韩国瑜给予正面回应 表示会担起责任 一早就获得很大的温暖 卓文泰也感谢韩国瑜 这个时候呢 又不嫌韩国瑜不中立了 事实上我觉得对他们来讲的话 现在应该觉得韩国瑜 是他们可以打交道 他们其实对韩国瑜还不错 包括呢你说像民主基金会 那部分也看起来 当然虽然没有说真正通过 这个韩国瑜希望的人选 但某个程度来看的话 因为我觉得韩国瑜对他们来说 事实上是他们必须要去面对的 一个打交道 未来最主要的对象了 就我觉得他那态度让我最近在看的时候 我觉得他有点像在对过去的国民党的王金平 所以某个程度我觉得大家也可能也不要掉以轻轻 就是说对民进党来说他们最容易 最擅长去制造对方的矛盾跟分裂 所以某个程度来说的话呢 第一个因为立法院现在是他们相对来说 如果是他必须要跟这个韩国瑜建立好的关系 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你让国民党的共主 或者在野党的共主成为韩国瑜的时候 某个程度来说你说去分裂也好 制造矛盾也好 或许也是一个他们要达到的目的 所以我觉得这不是题外话 但回过头来看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刚才讲那么多 有关于现在为什么这个民进党 看起来如此的不尊重立法院 某个程度来说 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赖清德所想要的 一个全面对抗的状态 而且同时我认为对于那些 民进党内部的立委 或是他们的这些被找来的阁员来说 他也有点不知道到底为何而战 为谁而战 我的说法是 你说除了立委 他们可能年底就明年这个什么 县城市长他们要忙他们自己的 而且目前看起来的话 派系其实也没有同心协力 然后对于这个所谓的共主赖清德 他们并没有说在 就是我觉得他们现在还在厮杀当中 那更重要的是你不要忘记了 昨天总统府才在开会 今天我们大家讲到说最扯的是什么 最瞎的是什么 最瞎的是有关于这个民兵这件事情 你解决这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一个行政院 你会发现说呢 这个院长只是一个演戏的 来这边跑龙套的 然后不具有任何的实质的权利的 然后甚至是一个赖清德的挡箭牌 就反正我那边 明明在这个拿枪拿刀拼命戳 我就派你到前面说 哎呀我们是要交好朋友啦 我们是要沟通的啦 我觉得对于卓榮泰来说的角色 我觉得他只是一个 演戏的成分居多 而不具有实质上民进党的策略在里头 他的角色扮演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回过头去看 行政院那么多的部位首长 今天一下子赖清德召集什么 什么环保国土永续内政部 什么什么交通部什么 很近普通通去开会 然后昨天呢又找了一大堆什么 什么国安会什么东西通通来开会 然后的话也找了一大堆外部顾问 什么曹新成也来开会 对你不觉得很夸张吗 好这样子开会之后 但我请问你真的我请问你 那我们的行政院要干嘛 我们其实大部分的部位首长都废了 你就不用去那个 因为你每做一件事情 先看下总统府做了没 跟总统府做的东西一不一样 不是吗 那昨天讲到这个民兵的事情 好民兵40万民兵 那请问你民兵真的训练出来的话 谁调度 对啊 国防部调度吗 国防部现在在前年 应美国的要求 已经成立一个什么 全民防卫什么什么署啊 总而言之就是一个类似 对就是对对 防卫动员署 就是为了要去训练民兵 要加上我们的民防 证明我们台湾自己 有着捍卫的决心等等 那你好不容易才成立那个署 你就让那个署去处理 该处理的事情 你不要 你那边总统府又搞了一个 有什么任性什么委员会 防卫任性委员会 社会防卫任性委员会 这个很难备 对那你不是很莫名其妙吗 所以我真的觉得 你真的现在民进党动不动就说 危险视线 你去视线啊 你这样子总统府这样不危险吗 我们其实在一开始赖金德说 他要成立三还是四个 这个相关委员会说 我们就说这样没有危险之余吗 你总统真正的权力是在国防外交以及两岸不是吗 那你现在做了那么多事情 是你该做的事情吗 你说这个跟国防两岸有关 对跟国防两岸有关 但是问题你也要让这个叠床家务的状况有所依循嘛 好假设你今天在总统府开了这个委员会 体制的部分 是一个民进党的行政院 你几乎不可能被尊重 无所适从 卓榮泰也是一个晃着傀儡而已的问题 但我回过头来讲这个 这个民兵的事情 就对赖金德来说他到底想干嘛 我觉得他想问的是他到底想干嘛 你一下子去南投 然后呢找了一些什么民防委员会 都是什么公庙还是哪里的什么代表 然后就说要做民兵 先键已经去过一次了 然后呢又在总统府里面搞这个东西 说要40万美兵 而且说他们要能够未来要投入军事战斗 我是真的觉得你真的想打仗吗 是看起来 对我就说你今天总统释放出这些讯息 你真的要告诉我们你到底想干嘛 就今天如果说我们的备战是为了B战 那你原因一定有两手 你今天看全世界 今天包括美国在跟中国打交道 一定是两手嘛 一手硬一手软 那请问你赖清德 你一手硬 然后一手软在哪里 那你这样告诉我们说 你这个叫做备战叫做B战 不可能吗 这个叫做引战不是吗 所以我真的觉得对于赖清德来说 他到底在做什么 那我们要如何做事他做这些事情 那你说好那我们要监督他 那我请问你他就在总统府开会 那你监督他什么呢 你监督卓龙泰有用吗 我说真的 你监督卓龙泰有用吗 你好我觉得立法院就这样好了 以后都问他有关于赖清德做的事情 你就问卓龙泰说 请问一下40万民兵是怎么来的 怎么计算的以后怎么动员 你看他会不会回答得了 那么你就叫赖清德来立法院 他又不愿意来立法院 所以我对于说现在的体制 已经混乱到一个程度了 所以这个样子的状况 已经不是民进党自己去做一些 所谓的认知作战可以去解释的 就是他为了他自己的权利 为了他这个政权的巩固 但是太夸张 他让我们的国家的体制 然后包括目前正在运作中的种种 一些所谓的民主 都像是 都像是图具一个 都像放屁一样不觉得吗 就这样子 好 那这个可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看到了卓龙泰 又要去约韩国去见面 然后今天特别找了韩国瑜 那到底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接下来 很多网友就说 你自己爱搞朝野对立怪谁呢 只是应该要沟通的是在野党主席吧 所以你去找朱立伦 你找韩国瑜院长 立法院长真的是不是就是要维持一式中立的吗 就跟你说故意的啊 故意的嘛 对不对 对啊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事情根本也不需要去找到韩国瑜 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嘛 所以我觉得最主要其实就是症结点就是在 刚刚您指出来就是进法补上条例 就这么简单 因为他这是一个违法行为 上个会期我们有通过法案 法案就是要求说 一公顷的补助要从3万块变6万块 所以他依法依照通过的法律就是要编这个预算 可是他就没有编 因为按照 按照法律规定他应该编45亿吧 可是他只有编20几亿 就还差17亿 所以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呢 这个事情解决的方式就是 那你就把它撤回嘛 你撤回之后 反正现在总预算膨胀了两 好像有 膨胀了4000多亿 那这4000多亿里面很多都是腐烂的 对 有的媒体的行销预算十几亿 然后还有什么电费也膨胀 各方面很多预算都膨胀 因为我们知道一定涨电费啊 各部会都狂编 狂编 但电费没有涨三成啊 他编的幅度 他编的幅度是都涨三成啊 就很腐烂 那预算真的有的真的非常腐烂 最近昨天有个记者问我那文化部的预算 他说演个歌仔戏8000多万 演个歌仔戏8000多万 然后那个8000多万歌仔戏 他也不是编专门的项目 就是说我要演歌仔戏8000万 他不是 他是编在一个什么 奖补助计划里面 然后奖补助计划是3亿多 一个3亿多 然后文化部就随便 这个歌仔戏8000万给你 这个有什么4000万给你 他把人民纳粹钱没有当前再用啊 真的没有当前再用啊 所以补烂到这种地步 那你就把那些浮烂的部分 你们的主计总处你们就瞧一瞧嘛 然后比如说十几亿就给那个圆明慧 他我刚已经解释过 那个不是福利 那个是应该要给人家的 你就给 给了之后撤回补了就不为了 这个问题就是这么的简单 就是这么的简单 可是他们就是不要这样做 他们就是要搞得很复杂 像柯建民就说 什么进拔补党条例 违宪啦 所以不能够执行啦 他就是这样子讲 但问题是 但问题是 好如果这样子违宪 我讲问你的问题 老龙今天有没有违宪 因为柯建民说为什么违宪是说 立法院不能通过一个法案是要求行政院 出什么钱的 那因为我们有要求他 从3万变6万 所以有增加支出 他说这个是违宪 请问一下以前你们民进党党团 你有没有通过法案是 老龙津贴从6000块变7000块的 有没有 上个会期 老龙津贴从7000多块变8000多块 增加了400多亿 那当时你柯建民你也在立法院啊 你为什么没有说这个违宪 一样嘛都是增加支出 为什么老龙津贴没有违宪 但原住民这个有违宪 人家增加17亿违宪 另外一个增加400多亿没有违宪 说穿的你就是看不起原住民嘛 因为原住民就不是你们的票嘛 我觉得就是这样啊 所以我就呼吁说原住民朋友 我昨天 我刚讲嘛 跟我以前的同事 原住民的马建一直直播 他说新北市原住民就5万多人啊 这5万多人 都明年2026 都不要投给苏巧惠啦 因为苏巧惠就是反对 禁把补堂条例的啦 还有他还有他的族人的朋友啊 什么的 大家要表现出来啊 给民进党看啊 不然民进党 根本就不把你们放在眼里啊 是国民党现在在距离力争嘛 所以我现在 我就觉得说 民进党就故意把这个事情 把它复杂化 简单不做 不是复杂是算还造谣 造谣对抗啊 因为他就是要对抗嘛 就是骗大家说什么 哎呀你什么钱领不到啊 什么钱领不到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不是嘛 就像 就像老师觉得你作业写的很烂 但他又不想当你 对不对 就说退回去给你重写 你赶快不交给我给你分数嘛 那民进党就是那个 学生怎样你知道吗 老师退把那个作业退给我 老师就这样当我 老师好坏啊 不给学生机会 害我没有成绩 没有嘛 你赶快交给老师 所以你预算赶快给我们 绝对赶快省就赶快 赶快省 大家都没有事 而且我退一万步来讲 我退一万步 就说即便是 最后就是在卡案那边 那真的那些钱都领不到嘛 没有还是有啊 因为按一把就是可以按照前一年的预算来使用嘛 所以该有的话都还是要有嘛 但关键还是卡在民进党 就是你是执政党 你就是要负责 你就是要赶快处理这个问题 但他就是不愿意 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要在 这一届我们一方面要在立法院把关预算 勘紧荷包 另外一方面要花很多力气 跟民进党认知作战 就他那种造谣能力 真的 真的他把大家集体都落字化 现在要打宣传战 都是要打宣传战 而且那些那些像那个新北市议会啊 就是他们的议员啊 前几天就是大家集体扒文 就说还点名我 说我卡那个新北市的预算 因为我们党了 我们说我们党的预算 为了你们这些新北市议员是集体落字化吗 里面还有人做过 县市的局长 你难道不知道说预算是怎么使用的吗 你就是知道 可是你就是要造谣 所以我们现在就利用各种方式跟大家讲 请大家不要担心 但是因为他预算变得不好 所以才会请他重做 那当然我希望说这个问题赶快落幕 因为毕竟大家要双赢嘛 一方面原住民的东西 钱可以拿到 另外一方面手预算可以省 那所以既然卓榮泰找了韩院长 我相信如果以韩院长高度 他愿意出面的话 这个问题应该是可以好好解决 但是希望卓榮泰不要跟赖清德两面手法啦 每次说卓榮泰表现出想要协调 然后赖清德又说一定要全面对干 这样这个戏码玩久的大家也会腻 我从小到大事实上都在进行防晒大作战 所以身为防晒达人呢 我特别推荐大家这一支 这是中天新推出的KS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它里面的成分非常的厉害 有榨藻直萃 这有蓝光神队的美称 也就是擦上它呢 可以防御环境里面3C产品对肌肤的危害 那同时还有含黄金海藻这样的成分呢 能够抵抗肌肤抗老化 那最重要的是它不含香料 所以呢擦起来清爽不负担 全家老少都非常的适用 孕妇也可以擦 所以在这边我诚挚地推荐给您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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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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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